大家好,今天要開箱的是 NEW BANZ M1300 PR 那... 我買的尺寸是10號版,第一選 那這個顏色是NEW BANZ 1300 比較少見,比較亮的顏色 那...呃... 他是... 比較像是水藍色的配色 然後... 他旁邊的鞋標 NEW BANZ的鞋標是黃色的雞皮 那... 先前在1300有出過 呃...像是比較偏寶藍色跟 呃...秋天的沙色的顏色 那這次就是因為看到 然後...比較少見水藍色 所以我就... 直接就下訂了 那... 這邊看到就是有... 這個紅色的鞋標示 這是在... 蝦皮上面的... 稅後商買的 那其實這是我買的... 第二雙 因為我本來以為稅後商他不出貨了 所以... 我自己有在官網上訂了一雙 那其實價格... 並沒有差很多 所以貨商差不多是... 台幣5500左右 那... 呃... 很標準1300的外型 那... 它就是... 呃... 使用龍布 那... N Mark這邊也是使用龍布 那底下是... 呃... 亮色的銀邊 然後透氣的這邊呢 它是使用... 呃... 尼龍布 像是三二七的尼龍布一樣 那... 比較有趣的是 這一個... 鞋型呢 其實它是1300的外型 但是它的... 裡面製作的手法 是有點像1400的手法 包括...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裡面 內裡是... 呃... 龍布的內裡 所以它其實... 摸起來比較滑順 那標準1300是使用... 有點像塑膠皮的內裡 那... 它鞋後... 後跟呢 是... 有點... 呃... 跟1400一樣是有點... CM... 發光的... 亮銀色 那... 背後是用刺繡的 當時把紐背人色這樣... 刺繡上去 然後鞋底的部分呢 它的鞋墊... 這個是... 應該是改良過的 1300的鞋墊 然後你把它先開來之後呢 會看到... 底下呢 有一個... 像是... 粉紅色的後製板 其實這就是1400標準的後製板 那... 主要是會把... 呃... 足弓的地方比較墊高一點 那... 不過... 呃... 這就是1300標準的... 尺寸 低旋標準的尺寸 所以...呃... 我個人是建議就是買... 正常的size就可以了 那... 呃... 呃... 它原... 原始配的... 這個鞋帶呢 是比較粗的... 白色鞋帶 大概是... 1.2公分粗... 的... 白色鞋帶 那... 這是標準的... 1300的復古的... 鞋標 那... 我剛剛是有提到說 我其實自己... 有... 買了兩雙... 那... 另外一雙呢 我其實是已經... 換上... 自己換上了... 比較... 耳黃色的鞋帶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還不夠耳黃 這是在ABC Mart買的鞋帶 那... ABC Mart大概只能買到 120公分左右 其實是有點... 偏短 那... 呃... 原廠付的大概是在 125到130公分左右 那... 有興趣的... 朋友呢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 以上就是今天 這一次... M1300PR的... 開箱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 呃... 希望我會... 再跟大家回答 謝謝收看